Yay 歡迎來到佩玲愛飄飄時間 今天我們要就是教大家變爛蘋果女孩 不是講是紅蘋果女孩 只不過咦 終於趕到了 快遞快遞終於趕到了 好開心喔 對啊 因為今天我們要進行PK賽 然後Yay太緊張了 Yay只要準備就是很好的東西給大家 對 為什麼我今天就是這麼趕 就是趕在最後節目一開始 才趕快衝進來了 那是因為啊 我趕在就是讓大家就是嘗鮮 今天才剛剛就是可能 讓大家跟大家見面的一些蘋果系列 的東西 對 的東西 我今天就是趕快趁他們一開門 10點半開門 所以我馬上就是趁他們鐵門一拉開 我幫她 老闆我幫這個 然後一搜走 然後潔布了 不用找錢 然後很生氣的 就馬上跑來這裡來 不用找錢 那你花是誰的錢 你的 最好是我有這麼有錢 手嚇人了 好的 今天呢 因為我們要就是告訴大家 你不覺得蘋果讓人家感覺 就是第一個想到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好可愛喔 可愛 而且好像讓人家覺得就是 甜美多汁的感覺 很想要咬一口 你看我們從小到大的那個白雪公主的故事 是不是也跟蘋果有關 而且啊就是 每次啊大家一想到蘋果 就會覺得說 自然可愛 但是卻不會太做作 不會覺得說 雖然草 很多人喜歡草莓 但很多人會覺得草莓 有一點點太粉 太平肯 太小女生的感覺 蘋果就會讓人家覺得比較好相處 不覺得嗎 或是比較健康陽光的感覺 對 就讓人家 就是男生很想說 接近這個蘋果女孩 對 那其實不同的顏色的蘋果 或是不同大小的蘋果 形狀的蘋果 都就是讓人家感覺不同的感覺 嗯 感覺不同的感覺 就是讓人家有不同的feel 好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就是 讓大家認識一下 怎麼樣可以化身為蘋果女孩 那由於呢 我自己覺得我的東西都很特別 那一一覺得它的東西才特別 所以乾脆 不然這樣好了啊 我們來進行個PK賽 然後請就是上面樓上的工作人 大家起來評可分 我們有好幾個比賽項目 那讓大家來評一看 到底是一一準備的比較好 還是佩佩準備的比較好 對 我們今天啊 就要盡力讓大家 就是可以化身為蘋果女孩 所以我們使盡了 各種的辦法跟招數 對 有很多的比賽項目喔 比如說好吃的跟蘋果有關的 然後打扮的跟蘋果有關的 或者是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 對 好 首先第一個 第一回合開始 第一個是跟吃有關 吃有關的 好 那既然一一剛剛都已經 就衝衝馬上跑進來 先講講你 手上的這些東西 好 其實呢 我剛剛看到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是個蛋糕對不對 可是蛋糕它有一個蘋果的鏤空 然後一一看到裡面 居然是 咖啡色是草色嗎 對 是中毒的蘋果嗎 不是 是因為他們家的蘋果蛋糕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就是蘋果拆開來的樣子 那為什麼蛋糕會說是蘋果系列呢 這個吧 這個吧 這個是第二步驟 對 第二步驟拆開來之後 它就是有那個算是真空吧 有點小真空包裝的感覺 然後 好像是冰的耶 對啊 還是冰的耶 因為它是有點就是需要冰凍 為什麼需要冰凍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剖面圖 所以它整個蛋糕看起來好可愛 它看起來是整顆的蘋果耶 對 它看起來外面可能看不出來是蘋果 可是啊 有啊 看起來就是很像一個蘋果 你看 對嗎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柚子啊 是嗎 很像柚子 是因為其實它外面是年輪蛋糕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 年輪蛋糕的做法嗎 年輪蛋糕做法超麻煩的 我覺得大家以後知道 就要覺得就是有莉莉盆忠孫 莉莉 不是啦 取之盆忠孫莉莉皆辛苦的那種心情 來吃年輪蛋糕 因為你知道年輪蛋糕 它是需要師傅一層一層裹上去 這個機器沒有辦法做 是人工 就是師傅要頂著就是很高很高的溫度 在那邊裹這些蛋糕 所以第一個口感吃下去的時候 會覺得說哇 好多層好多層的口感的蛋糕 那但是今天主題是蘋果對不對 那蘋果在哪裡咧 就是在切開的裡面 它會發現這一層黃色的地方 就是蘋果 喔 不是紅色的喔 不是 紅色是它的有一點果凍系列的那種味道 喔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啊 他為了讓就是年輪蛋糕啊 就是在烘焙的時候 不要整個乾巴巴乾乾的 然後硬硬的 這樣就沒有口感不好吃 他們裹一大堆的糖漿 糖粉糖霜在上面 可是因為其實你知道台灣人 不太喜歡吃這種 一大堆糖霜在外面的 所以他們就會加這種果凍 就是增加它的保濕度跟口感 啊 那我可以吃吃看嗎 當然可以啊 覺得切下來了 不過吃完之後 我未必會給很高的分數 因為我覺得我準備的才比較可愛 欸 你不覺得 以後吃到這種年輪蛋糕 你會覺得說就是 要想到師父頂著高溫流汗的感覺 你是要拉票嗎 是啊 不吃這一套耶 我們要看實際 就是吃起來好不好吃 好 好多層的口感喔 有沒有 我先用上面 上面 不是像果凍這麼脆 那麼Q 可是嫩嫩的 很嫩 有一點點接近果醬 這是草莓的 它其實有分滿多種口味的 那你現在吃到的是草莓口味 它還有提拉米蘇口味 紅石流口味 或是奇異果櫻桃口味等等 好多喔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就是 人家覺得說蛋糕 蛋糕應該就是要大分量一點啊 這麼小可以分給幾個人吃啊 可是你沒有發現 就是只切薄片的話 可能很有飽足感 對啊 因為飽足感其實還蠻厚的 蠻大塊的耶 然後黏人蛋糕一層一層 重點是裡面的蘋果 它要用那個蘋果黏壓扁 就是壓鬆就是 所以刀子在切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那種脆脆沙沙的感覺 就是切到蘋果的感覺 好好吃喔 那我們就表皮好了啊 通通給你比較好了啊 真的 假的 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AE介紹的 我還沒有講完 所以其實你知道 它雖然看起來不像蛋糕的形狀 可是它有蛋糕的功用 譬如說像什麼 迷月啊 就是小朋友啊 剛出生做迷月啊 喔 迷月禮 對 或是有一些譬如說 可以送蛋糕的節日的話 很多人都會喜歡用這種 因為它吃起來就是 會讓你覺得有點薄薄的飽足感 有香有香 因為它的外面啊 其實有一點點 蜂蜜蛋糕甜甜的感覺 就是送得比較有創意對不對 對啊 好了沒 好了 可以換我了嗎 可以 今天我請大家看到這個 好可愛喔 那AE雖然介紹很可愛 可是我介紹這個 我覺得超好噱頭的 更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麼多的蘋果 大家一定會想說 哪有蘋果長這樣子 我告訴你蘋果在裡面 這是哪一國 摘這種蘋果啊 台灣 台灣長的蘋果是這樣嗎 沒有不是 你知道就是 單吃一顆蘋果很簡單 但是你要讓一顆蘋果 看起來超多變化 而且讓女孩每個看起來都覺得 好想吃喔 結果原本心情不好 看到吃起來 心情馬上好起來啦 你不覺得是療傷系的嗎 對啊 那你可以跟我說現在蘋果在哪裡了嗎 蘋果在裡面 這整個就是蘋果啊 它這樣子一整顆一整顆都是蘋果 對啊 等一下你看一下它這是它的外包裝 等一下 依依妳先幫我拿著這個盤子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們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外包裝 好可愛喔 很可愛 這個非常的顏色 對 走繽紛色系的啊 因為這一家它是在網站上面 就是 你可以用訂購的 所以它就是要必須全程 就是用比較低的溫度 它的外面焦糖才不會融化 然後裡面是青蘋果 我來我切開來給大家看 我剛剛切了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切成功 看能不能剝下來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 真實的一整顆的蘋果在裡面嗎 對 整顆一整顆的青蘋果 還不是紅蘋果 要青蘋果才會有酸酸甜甜 幸福戀愛的好滋味 所以其實妳那種 有一點酸酸的蘋果 然後再裹上一些 譬如說像很可愛的一些 小糖漿或彩色的東西 嗯 就讓人家覺得 我會覺得說一味的太甜 對 可是也有一點酸跟有點甜的感覺 對 對不起我剛剛的聲音是不是有點嚇人 有一點 就很像巫婆在導藥的聲音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它切開來是這樣子 真的是新鮮的蘋果耶 對啊 妳看是青蘋果 而且妳的蘋果看起來很脆 很脆啊 妳知道不脆的蘋果 看起來會怎麼樣嗎 就是感覺好像它的栗子比較分散 我知道 就是大分子的感覺 對大分子 吃起來沙沙的 沙沙的 可是它看起來吃起來是脆的 那很多的小女生 她們都喜歡這樣子裝可愛 就喜歡這樣子拿著這樣吃這樣 啊 裝可愛喔 就很可愛 讓人家覺得 它拿什麼 它在吃什麼東西 讓人家一直看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覺得超可愛的耶 妳有一直盯著人家看嗎 一直盯著人家看啊 好不禮貌喔 沒有 我在盯著她手上的食物看 太可愛了吧 也太多口味了吧 嗯 然後這 因為我選這一家 是因為它的外觀都是彩色的 很可愛 那你可以在網站上面訂 它會幫你寄到你家 然後這樣 嗯 我不行喔 應該是要給你吃看吧 你是要給我吃吃看嗎 我吃過的 給你吃看 嗯 好好吃好好吃喔 拼蘋果不會很酸 冰冰的 嗯 因為外面焦糖不會太甜 嗯 而且啊 它那個 不好意思喔 我吃香有點 冷看 是啊 不小心露出我真面目 欸可是啊 你知道外面啊 它裹的那層糖漿 是有點像焦糖的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會有點黏性 對啊 它就是焦糖啊 結果蘋果裡面是脆的 但是外面是有點那種 需要用一點力 去拉它的那種黏性 嗯 妳會不會覺得它蘋果一點都不酸 不酸啊 而且外面的糖也不會太甜 嗯 那是有兩個已經混合在一起了嗎 對然後不會覺得說 裡面好酸 口吵外面 太甜不會是 它不會用太酸的蘋果 也不會用太甜的東西 那妳吃起來剛剛好 好 好